穿过秘密 谁又爱 相信真假中能分别 线尾的秘密联络点和联络员 只能由线尾的几个核心领导来掌 你为什么要透露给别人 别人 那马秘书跟桑义舟同志 是别人吗 我说老柳啊 你可真是太保守了 那桑义舟同志 可是军区的特派员哪 说难听点 在位置上 他应该在咱们俩之上 那马学文就更甭说了 他是老特委的秘书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你真是太幽青了 老周啊 这不是左倾右倾的问题 这是党组织的纪律 地下党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 就连孙书记 也不会把这些联络点 透露给马秘书的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 我们总该为同志们的安全着想吧 你呀你呀 你说来了一个假桑义舟 你看看把你给吓得 处处谨小甚微 连咱们自己的同志你都不相信了 我告诉你啊 咱们的党那可是一个大家庭 每一个同志都是手足兄弟 你要是连他们都不相信 咱们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老周啊 灵通目前的情况很复杂 敌我双方 常常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稍有不慎 就会被敌人钻了空子 我们要擦亮眼睛保持警惕呀 特别是隐蔽战线更应该这样 你是老同志 这些话还用我跟你多说吗 当然不用你多说了 我心里太清楚了 我告诉你 除非特殊情况 我不会把秘密联络点告诉任何人的 你说你吧 老怀疑人家桑义舟同志 你看人家在灵通城里边 干的那几个漂亮仗 行了 行了 你呀 我真是服你了 可恩师傅 我有事跟你说 你俩去把这个菜先洗了吧 好 那算是 怎么了 偏心 有行动为什么不带上我 没什么行动啊 承袭警察所的事啊 你自己单干的 我没有啊 怎么回事你说我听听 现在满城都传遍了 承袭警察所的黑狗被满门抄斩 而且墙上也写着 中共灵通特委丧义舟几个大字 好 好什么呀 你还是信不过我 这次真不是我干的 那是谁 是他 他 难道还有一个人也叫桑义舟 一个昨来亏心事的桑义舟 他现在紧张了 害怕了 已经弩出马匠 阿龙 你赶紧去把浩海叫过来 我们商量一下 去联系上扫上费 这位地方我看不已久待了 快 来 大哥 你能不能不要嫌那么多呀 桑大哥是个很实在的人 你想 他既有本事又很能干 咱为什么不跟他干呢 我不管你怎么想 我和阿龙是肯定跟他干了 你来这儿之前 大哥就和你说了这些吗 桑大哥说了 他非常体谅你 说你这人哪自由惯了 如果你要参加游击队的话 就必须要遵守纪律 所以他不想勉强你 你不想勉强你 那你们那里 现在有多少条架 我们这两次行动 搞了六七条了 上次我在小树林 救大哥的时候 我们也缴活了几条部架 这两边加起来 有十几条了 加起来 这么说你答应了吧 我草上废有了自己的山头 我首先不会放过 真机队那王八蛋 我让他们再叫我灾寇 大哥 你早这么想 不就对了吗 我现在去告诉桑大哥去啊 等等 这么龙马 你我现在都是共产党人了 怎么不能共产队 没有表示啊 再说了 你都这么长时间没见我了 你不想吗 我当然想你了 这不是好消息吗 我想告诉大家 什么人太糟 北大哥喝一杯去 报告 进 出座 这是军座送来的文件 各州上吧 这是谁拍的照片啊 那天你没在 所以我就找人替拍的 这俩还不错 你这儿太乱了 我帮你整理一下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这是乱中有序 别人动过了 我反而不知道 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 让他去吧 既然出座不嫌乱 那我也省心了 中尉 想得还挺周全的 中尉 你觉得这个照片 拍得怎么样啊 很血腥 你看这墙上的字体 有什么不一样 好 我又不是笔记专家 不太懂 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去吧 嗯 如果封中尉有心的话 一定会看出其中的破绽来 这个三四八 聪明反辈聪明误 在这儿话舌添足 差点把自己 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去 用三位争火烤 还是处作英明 及时提醒啊 我已经把现场封锁了 销毁了三四八写的那些字 好 谢谢您 您慢走 慢走 有人 您过来 还有 方小姐 张老大 您又喝茶来了 里头请 接热布了 我待会儿还有事呢 我把上次的茶钱结给您 这您都惦意着 让您费心了 那我走了 您可忙吧 回头见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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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茶叶集定 怎么说啊 茶叶说 墙上的提字前两次 与这一次不一样 前两次桑亿粥的粥子 都有三点水 而这一次桑亿粥的粥子 却没有三点水 那么前两次是谁干的呀 现在有几种可能 要么是桑亿粥同志的比误 要么就是敌人在混淆视听 因为他们冒名顶替的阴谋 没有得逞 所以就故意把水给搅过 还有一点 可能真的有两个桑亿粥 两个桑亿粥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桑亿粥 他不会那么马虎 再说了 那敌人 那个军事顾问 高仓一民 也不是个小人物 那说啥就能杀的呀 你的这些分析都不成立 老周啊 你不是要是去城里吗 我建议 你再去查验那里验证一下 最好 能拿到他们的照片 怎么 你怎么要同意我去城里了 我从来不反对你去城里 我是不同意你把联络点透露给别人 好吧 明天一早 我跟马秘书进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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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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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来一下 来 好 楼 招呼客人 两位 里边请 两位想吃点什么 你们这儿有什么大盒菜 我们这儿以淮阳菜为主 您看想点点什么 淮阳菜 淮阳菜好啊 我 我看还是简单一点吧 来两碗肉丝面 其他的不要了 肉丝面两碗 三师傅 三号桌要了两碗肉丝面 好 进这儿以淮阳一语 是 好 知道了 等一下 这碗给那个楠呢 怎么给她吃这么多香油 吃饱了好上路 去吧 哎 肉絲麵來了 好 請慢用 哎 這個意思 快點吃啊 待會兒咱們還趕不住呢 來 老闆 我也是出去一趟 那邊幫我張開一下 好 伙計算帳 來了來了 老爺子您來了啊 進來休息好了 來來來來 特別請 謝謝 謝謝啊 味道怎麼樣 不錯 哎 兩位慢走 可不可以來了 來 翻一下 好 讓一下嘍 讓一下 讓一下嘍 讓一下 讓一下 老周 快到了吧 出了前面这个口啊 一拐弯就到了 你到灵通来啊 就先住在那儿啊 这是个连路点吧 负责人是谁啊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赵县长 罗叔 来来 进来 马秘书 来来 里边请 来 赵县长 罗叔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特委的马秘书 这是罗叔 罗叔 你好 秘书 你好 来 走 里边你好 好 对不起 我想方便一下 可能是汤水喝多了 那厕所在这屋后边 你得绕一下 要不我带你去吧 不用了 我 我自己去 你们先聊着 您注意点啊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坐下站 好 坐下站 好 坐下站 谢谢 这 这什么肉丝面 别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你是谁 我是谁 我们不是一路人 是一路的 那公早婆子在里边呢 好 我不折他 就找你 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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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我是吗 我是丧什么 你不是说我姓汪吗 你这个叛徒 我今天就要替你灵通特位的债益包丑 我 怎么办 当然 血债血来还 你有刀 我有枪 你茶匙也难非了 把刀扔下 扔下 把刀扔下 放下 走 赶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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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这 不好 这 马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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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对齐在那儿 又该在这儿 邹书记 周县长回来了 好的 周县长 怎么了这是 周县长 出什么事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马秘书牺牲了 牺牲了 牺牲了 怎么回事 牺牲 他怎么会牺牲呢 都静一静 听周县长说 我跟马秘书 赏武进的城 我们在一个馆子里边 吃了碗面条 然后就到罗叔那儿去了 见了罗叔以后 我刚要把马秘书 借上给他 可就在这单口吧 马秘书说他要上茅房 我跟罗叔在屋里 还没聊两句呢 这时候 就听见外边一声枪响 我们就觉得挺不对劲的 就赶快往外跑 等跑出去一看 马秘书 他已经躺在那儿了 还有一把刀 扎在他的胸口上 刀 刀 刀 你们在城里 是不是让特务给跟踪了 是啊 我们这一路都很小心哪 没看见有什么人跟踪啊 不是一声枪响吗 怎么还有一把刀 插在胸口呢 对了 我差点忘了 在马秘书身上 发现这么一个布条啊 桑义周 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嘛 周县长 桑义周同志 怎么会杀害马秘书呢 这于情于理也说不通啊 对啊 是啊 我也纳闷啊 我本来在城里 想直接去找桑义周同志对质 可是我正在气头上 我又怕做出什么 不妥当的事情来 所以我这不就先回来了吗 你没见到这个 刘霞自调的人吗 我要是看见他了 那我一枪就得崩了他 我跟罗叔出了门没一会儿 就听见警笛响了 我想 可能就是那凶手招来的警察 丑总 马学文致命的伤是枪上 但为什么被刺了一刀 你的责任是给结果 而不是发问 是 他枪上什么样 这有照片 您 现场没有找到他的枪吗 没有 这就奇怪啊 奇怪什么 凶手 能够如此迅速地杀死马秘书 那就说明他们盯了你们很久了 现场留下这个字条 那就证明他是有备而来的 但是他为什么不对周县长下手 而把警察招来呢 这有些说不通啊 他的目标是谁啊 有啥说不通的 他把警察招来 目的就是抓周县长啊 他要抓住周县长很容易啊 只要守在马秘书身边 不就能做到吗 是啊 同志们 记住 马秘书牺牲的消息 不要透露出去 是 是 快去吧 周县长 您喝水 老周 好 茶也来电 怎么说啊 以取得照片 前次袭击警察所 暗杀高仓的两次提字字迹相同 与后次承熙警察所提字字迹 差别很大 照片在罗书处查对 照片我拿着了 好 还在罗书处存下 初总 发现什么了吗 从县长的相片 还有他这枪弹的痕迹上来看 凶手和死者 一定有过一场激烈的搏斗 这马秘书应该是近距离中的枪 然后又被捕得到 这马修文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身上应该随时带着枪 这凶手轻而欲去把他给干掉 证明他功夫不浅啊 那凶手一定是桑义舟了 我这路上还想呢 会不会是那个逃走的汪德成 在跟咱们耍阴谋啊 他冒充桑义舟没有成功 所以就一直在跟我们捣乱 和搞一破坏活动 是 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分析 汪德成冒充桑义舟 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于是就杀害马秘书 留下这个字条 他就是为了栽赃陷害桑义舟统治 但是茶叶的照片又说明 我们这个桑义舟和前两次 没有关系 第三次成官的行动老王参与了 这一点可以证明 但是他为什么不否认这两次行动 不是他所为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又在怀疑我们的同志啊 桑义舟同志工作表现你也清楚 这大家都看见的 是不是 是 桑义舟同志的表现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们不能听信老王的一面之词 那样会使我们判断上失误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想问我们到底下边该怎么办 还是让桑义舟同志自己来解释吧 桑义舟同志同志回来一趟 桑义舟同志回来一趟 桑义舟同志回来一趟 桑义舟一定在灵通 桑义舟同志回来一趟 好好想一想 一把这样的刀还有老油味呢 楚总 这把刀我见过 来 大伙儿坐啊 来 大伙儿坐 来 好 谢谢 吃饭咱咱咱说两句啊 最近咱这生意不错 明天放半天价 放假 大伙儿都去洗洗澡 换身干净衣服 掌柜啊 我们哥几个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 哪还有时间洗澡换衣服呀 再说了 我们又不去相亲 还相亲呢 想的没你 我是说你们身上的这股油烟味 这要真在外边干了什么坏事啊 人家顺着你们身上的这股油烟味 这儿就找来了 楚总 湘亚居酒楼有问题 而且马学文就死在酒店不远的地方 我们的对手一定就是个厨子 桑义舟一定藏在湘亚居酒楼 厉害行动 是 等一下 都带了人 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我要搞清楚 桑义舟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 是 大哥 我们不能晚上再走了 再说也安全 不行 时间不等人 我们必须马上走 幸亏是掌柜的提醒就及时 否则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你们记不记得 在回家大院我们留下了一个火口 万一它闻到了我们身上的油味 上去一报告 整体队随时随地就躲到这个门口 从现在开始你们俩一定要做好 不怕治苦 不怕流血 甚至不怕牺牲的准备 好 放心吧 大哥 那我们马上收拾东西 好 分头行动 抓紧时间 行动 进化 小子干 站 小子干 小子干 小子 站 小子 罗碟 出发 大哥 大哥 陈森叔 你看看 来 跟你说几句话 掌柜的 这段时间城门内的关照 我现在得离开了 你赶紧去到警察局 做一个报告 就说公费丧役周 华长城大师傅藏在你这儿 被你发现了 你就是丧役周 真不行 真不行 不 你一定得去 我不能连累你 掌柜的 非常感谢 咱们后会有期 我先走了 快走 万四季 快给我追 追 快 快来 快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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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的呢 他也不让我给他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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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让开 一个 Spanish 大哥 以后我们怎么称呼你 就叫我大哥 他怎么称 你都是队长了 是当官的 要有头衔嘛 什么当不当国的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比你们大几岁 就叫我大哥 怎么是这样 当然就是这样了 在我们的队伍里 首长和战士们同吃同住 这样 三叔 我 桑大哥 既然你是草上飞的大哥 那也是我好汉的大哥 我认你 我给你交个底子 其实我本来就是草上飞 在城里的眼线 现在我们跟了你了 也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点规矩了 这样 我表个态 我好汉保证 从今以后 兄弟们再也不干那些 见不得人的买卖了 是吧 阿龙 是 好 说得好 对 跟了共产党 从此以后就有了理想 有了信仰 以前的那些事情 当然不能再干了 仗要打 但是要打得有意义 血可以流 但是要知道为什么流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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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的是那些千千万万 受苦的大众们 能够早日解放的那一天 有句话我要送给你们 就是我当初入党的时候 我的指导员送给我的一句话 闻 不愿身光发财 不 不惧怕流血牺牲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走 走 来 开车 开车 收心里话 自从好汉带了大哥的口心之后 我是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我有时候在想 我曹上飞虽然活了几十个年头 可我就没想明白 我为什么活着 为谁而活着 可自从认识大哥之后 我想明白了 从今晚后 我要活出人样来 我跟着大哥当共产党 成了游击队 人在做 天在看 大哥 我曹上飞今天 带着我的弟兄们 就算是正式入伙了 好 大哥 干 周县长 有书记 桑义舟跟老王他们回来了 一路辛苦啊 周县长出去 辛苦了 辛苦辛苦 赶快坐吧 辛苦了老王 赶快给弄点吃的吧 好 水生 过来帮我一下 好 水生 一会儿我和周县长 要和他们谈话 你带几个人守在外面 如果有什么意外 听我口令 为什么呀 这是秘密 好 好了 别聊了 赶紧吃饭吧 先吃饭 来 老王 好 水生 我房间里好像还有两桶美国罐 你去找一下 吃吧 吃吧 好 好 桑义舟同志 上次老王回来 向我们汇报了你在陵通城西基警察所的事 我们大家都很受鼓舞啊 我发誓啊 我说的那都是事实 我是亲身经历了桑义舟同志 痛杀那些警察的全部过程 那真是神手不凡哪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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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说话呢也别管让墨家的 就直接问吧 坐 大哥 咱们的队伍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对 让那帮王八蛋一听就吓个半死 对 这样 大哥 就借用你的威名叫草上飞游击队 怎么样 别别别 草上飞是我在江湖上呆的混名 闯到江湖可以拥有 搞游击队这名字太粗了 大哥 我现在是游击队的成员了 草上飞这名字 以后就不能再用了 那我们以后叫你什么 大队长呗 大队长当然是桑大哥这样的能人才能干的 我最多就是一个对份 从今往后 你们不允许再叫我草上飞了啊 都得叫我的大名李宝全 是这样 最近柳航县委要统计一下工作成果 有些细节还想和你核实一下 请你如实地向组织汇报 你这次在灵通炸餐库 袭击城关城西警察署 还有日本军事顾问高仓一敏的行动细节 请你如实地汇报 是这样 桑毅舟同志 这有些情况呢 跟老王汇报的有些出入 所以呢 还是让桑毅舟同志自己说吧 桑毅舟同志 桑毅舟同志为人实在谦虚 他做的这些事 那明摆着都是他自己做的 伸手不凡 还有最后那行字 这些这不都是证明吗 老王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这些事都是我做的 你不是 老王 你还记得在茶馆的时候吗 你高兴地对我说 我杀了日本的军事顾问 之后我跟你说了什么 你当时说 要不是我干的呢 我说 老桑 你可不能开玩笑啊 没错 我没跟你开玩笑 刚才柳书记说的那些事 有一半都不是我做的 那 那那两桩是谁干的 不知道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那个汪德成干的 这个狗特货 总想把那水给搅浑了 好了 老李啊 问题清楚了吧 还有一点 汪德成在墙上提字 是为了混淆视听 那么你 为什么也把自己的名字 留在墙上呢 这是不是有些 个人英雄主义的念头啊 我去灵通的时候 周县长跟我说 要以灵通特委的名义 给敌人镇守 可能是我在墙上写我的名字 有些不周 在这里呢 我做个检讨 好 不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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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哥 我觉得是这样啊 桑大哥是队长 那你肯定就是副大队长 李副队长 李副队长 我说两句 保全高采这番话 确实让我很感动 洗心革面从头再来 阿龙的建议也很好 我们是应该给自己的队伍 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那我们就叫三亿州游击队 哪壶不肯你提哪个 这样 有一个叫高飞的 你们知不知道 我知道啊 高飞以前是灵通特委的侦察员 他在我们这边名气可大了 大哥 是不是 对 我也有耳闻 那我们要叫高飞游击队吗 你怎么逮谁就是谁呢 我们的游击队 他凭什么叫外人的名号啊 是这样 高飞是我刚到灵通 认识的第一个战友 现在只有他能够证明我的身份 但是他现在 已经回军区工作了 一时半会儿很难联系上 从今天开始我叫高飞 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出 几件响当当的事情 让高飞知道 到那个时候 我再教会自己的名字 来 兄弟们 把酒满上 来 给我倒满 来 快 来 来 兄弟们 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们高飞游击队正式成立 我任队长 保全好汉任副队长 干门 干 桑乙周同志 马秘书牺牲了 什么 马秘书 他是和老周 在去灵通执行任务的途中牺牲的 这是在他身上找大的 六手机 你觉得这能是我做的吗 我能杀害马秘书吗 那你觉得应该是谁杀害的呢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那个假冒老桑的狗特务干的 那个狗特务居然敢杀二十八军的军事顾问 他也太胆道包天了吧 他就不怕得罪二十八军的军长求行时吗 我觉得漏洞还是很多啊 那既然是汪德成杀了马秘书 那么他就应该学着写我的字体啊 他怎么用他自己的字体 那杀马秘书的另有其人 这是怎么回事 越来越邪了 周县长 你和马秘书去灵通县 我也在那儿 如果你及时地通知我 马秘书就不会死了 你的安全也不会受到威胁 是啊 这敌人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 总有一天会查清的 假桑坚信 此刻他只要把最后一个破绽修复 就安全了 这些照片谁拍的 你别多心啊 我是怕你看到这些血腥的场面 觉得恶心 所以我就派别人去了 这样 以后你就在我这儿整理一些文件什么的 我可是个怜香惜玉的人 既然是出座的秘书 职责所在 有些事我应该知道的 你放心 既然是我身边最贴心的人 我什么事都不会瞒着你的 喂 君座 知道我叫你来的目的吗 属下不知 请君座教诲 前线战事吃紧 你的心思该从女人身上收一收了吧 我 别解释 军中的传言已经够热闹了 你快成了玫瑰中校了 注意影响吧 是 鲁南战场实力 我们这儿变成战场是迟早的事 那个桑义州抓到了吗 还没有 上面对你的工作一直很关注 可你们却没有任何进展 我想听你说话也得张得开嘴 属下办事不力 请君座处罚 那是无能领导的手段 我擅长鼓励 谢君座 我一定全力缉拿桑义州 嗯 抓紧吧 一个人看日落 天地忽然暗宁 昨日记忆如朝勇气 听泪水燃烧成危机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作词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过太多风景 我不会太在意 风雨袭来时不多比 路再远依旧向前行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当你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看到你 我会想回去 我会想回去 感谢观看